立法院邀及经济部和国发会等相关部会 针对国内的青年低薪问题进行专题报告 除了经济部将针对员工加薪的中小企业 额外提供三千五百万元的保证融资额度 劳动部也正在研议薪资揭露门槛 从现行四万提高到五万元 立法院法治局也建议修订公司法 企业如果获利要调整员工的薪资 青年低薪普遍化 劳动部表示月薪低于三点一万就属于低薪 估计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劳工符合定义 立委直指四个大学毕业生理就有一人领基本工资 调涨这个基本工资的话 会追得上现在的物价的上涨的情形的幅度吗 劳动部修正就位服务法要提升清智透明 原来是四万以下的 现在要五万以下的 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帮员工加薪 经济部研议推出新措施 针对员工加薪的中小企业 如果有资金融资需求 将额外提供三千五百万元 保证融资额度 最高九点五成保证陈述 保证手续费也从低 以百分之零点一计收 也将扩大中小为企业辅导 提升企业获利能力 连带让员工加薪 既然要改善他的低薪 如果他的产值没有大量的产生的时候 就不可能有高薪的产生 就是接受我们帮助的企业 当他赚钱的时候 我们有强烈的要求他 要跟他的员工分红 抢救低薪 劳动部研议薪资揭露门槛 财政部推出减轻租税负担措施 政府作为加薪引擎 从明年开始 政府约聘雇月薪 应高于最低工资1.1倍 大约3万1449元 立法院法治局则建议 透过修订公司法 要求公司在章程中规范获利 应定额或一定比率 调整员工的薪资 记者朱方竹 齐昌台北报道